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们好,我是李医生 保持有规律的睡眠 有助于我们及时排出体内各器官的毒素 但是有很多人并没有获得这么好的睡眠 有的人半夜醒来就睡不着 特别是会在夜里三点醒来,翻来覆去 明明心里很想睡觉 可老子却很精神 然后就是睁着眼到天亮了 这其实也是一种失眠的情况 接下来,你医生就来帮失眠的朋友找找失眠的原因 第一,日睡懒,属于焦虑型失眠 如果连每晚都无法在30分钟以内日睡 长期睡眠时间低于6个小时 又经常发梦的话 很可能就属于焦虑型失眠 这可能是因为缺乏色胺酸 鱼铭元素 色胺酸呢,可以从穀物 鱼类等食物当中呢,得到补充 以小米中含量较为丰富 而富含铭元素的食物 主要有紫菜,小米,燕麦,玉米,及海肠品等 第二呢,半夜醒,属于夜醒型失眠 睡眠前,多梦,一醒,经常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了 这种情况呢,多属于夜醒型失眠 可能是因为精神压力过大 但也不排除呢,与精神筛弱 呼吸暂停综合症 高血压,心脏病,肠胃疾病等等有关 第三种是,白天困 属于内需型失眠 晚上睡眠正常,但排天呢,常常犯困 有可能是因为身体呢,过度疲劳 会出现精神不济,气血虚弱等症状 我们可以从豆类,莲子,花生,蘑菇,香蕉,菠菜等食物中啊 进行补充 除此之外呢,也可能是肾脏疾病或肿瘤 如果长时间如此了,就要赶紧查明原因了 如果是严重的失眠障碍 必须及时来医院就准 一般性的失眠呢,则有望通过调养来缓解 下面呢,李医生就给大家分享两个 缓解失眠的汤饮 第一呢,健胃三芽汤 炒麦芽30克,炒谷芽30克 炒豆芽30克,橙皮15克 将这四种材料呢,加入1000毫升的水 用大火煮沸后呢,转为小火 再熬煮30分钟即可 这个健胃三芽汤呢,适用于消化不良 及时蒸气等伴水的失眠 第二呢,桂香橘皮饮 我们准备肉桂3克,香圆5克,橘皮6克 把这三组食药材呢,泡水,当茶饮 适用于睡不醒,没精神,白天患困的失眠类型 好了,朋友们 这么好的健康小知识 请点赞并分享给亲朋好友吧